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一个啦 我会换抵押向跟排气管 我那时候第一集有说我很多东西我都想要自己来 第一个是我没有时间去弄这些有的没的东西 对柯P他们来说是很简单的东西 但是对我来说可能要花一个下午或一天的时间 我们是媒体部的 所以我们其实碰到对车子相关的知识 其实是不多的甚至是几乎是没有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跟着聚哥拍啊 边问然后边学这样 我也是 我也是在学啊 对啊像怡萍也是在学啊 问一个火星塞就是泡啦 但是我要跟观众解释一下 有时候不是说火星塞这种东西都不知道 其实我们只是为了让不懂的观众去知道更多的知识 我们的提问可以让师傅去解释那个东西 他们讲的比较详细跟专业一点 所以怡萍是知道火星塞的不要怪他 怡萍自己有在骑送机 那怎么可能不知道火星塞是什么 反正就是这样啦 接下来你们就看火焕维灯的片段吧 Go 我们来装维灯吧 我的目标是维灯全LED化 装上去就变新车呢 好我们先挑战装一边好不好 如意 原厂的原本的灯壳 左边嘛 其实蛮简单的耶 但是我想要换LED灯对不对 他灯泡做的是同一个规格吗 我先看我没有买错 斜角好像一样 哎呦干有这么顺利的吗 对对对 你常常灯泡改LED啊 他有可能一般板会亮灯号 像伟哥的那个雅哥啊 他就是全部改LED化 但是他就到车真的不能改 因为倒车灯会亮灯 所以我也不确定 我这台到底哪一个会亮灯 搞不好全部装上去全亮灯 倒车灯是里面这个 方向灯是外面这个 是吧 先跑这 然后照一个平台看 有 帮我关大灯 关大灯 关了 你关了 是OFF啊 你刹车有放掉吗 有了 骑掉了骑掉了 白痴啦 他刚刚刹车一直踩着 白痴 好简单哦 这样可以出一集哦 好简单哦 这样可以出一集哦 啊你们开玩笑 因為它這裡還有一個那個啦 你怎麼覺得它那個 上個扣 不太 它好像卡不住欸 就是因為是新的那個膠比較厚嘛 看起來沒有做得很可憐 它的橡皮是在裡面 可是露這麼外面 應該自我介紹它不會合意 我們剛剛兩個小時前 應該先叫你來的 這樣好了 好嗎 好啦 那麼久 還有上面兩個霧燈啊 兩個霧燈我找不到方法 泰森剛剛拆過了 拆了老半天 你拆掉了 什麼東西 原本也不是有個螺絲 拆到 你拆掉了 你動作太快了啦 不然你要做多久 你什麼 不好意思你們太慢了 為什麼 我們用多久啊 我們用開三小時 真的假的啦 你這樣抽錢 你這樣抽多少 為什麼 這個是上車燈什麼燈 這霧燈啊 我先去看會不會亮儀錶燈嗎 你先看一下 有亮 有亮 儀錶沒亮燈 好 你要算你必要齁 難說說你一定要 跑不好算 嗯 以後還是給人家轉就好了 還好我今天還沒換儀錶燈 不好要用貓下班了 它殼下來大概還不到半小時吧 處理了一個兩個三個 所以有時有中 我猜得我把蓋子撞回去 對啊 撞回去 撞不回去 對啊 要用力一點 完成了 好啦 開個燈 阿爸庫咧 烏 烏 烏燈 有喔 好 帥 今天要來裝 IS300的安卓機跟倒車顯影 那剛剛跟老闆討論一下要怎麼實作 因為它原本其實就已經有改主機了 那我現在要把那個主機移掉 然後那邊變成置物盒 然後把安卓機移到上面 移去中控台那邊 這樣我看倒車顯影會比較直覺 剛剛討論完 就馬上施工了 而且感覺施工進入很快 我們等一下就看施工畫面吧 所以它的主機是跟礦物一起來的 你這個就一定很快要騙著它這個礦物 才可以裝在上面 所以這個礦物是它 就是你的車專用的 專用的 我們現在是這座軟體的更新 對 安卓 因為它都是音樂 跟音樂機一樣 好想問一個就是因為 我原廠有擴大機嘛 那擴大機的功用是什麼 它是把那個喇叭綁搭 耶 終於要換輪框了 我跟你講換完之後 應該外觀就算完成體了吧 對不對 一樣是給觀眾投票 所以我一樣先給觀眾看一下票數 第二顆是三十七八 所以我自己是選第四顆啦 然後第二顆是最高票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裝第二顆 然後大家還有說什麼 T137對不對 什麼日系車就是要裝T137 但是大家對不起 我沒有那個錢裝T137 這類T137好不好 真正的T137四顆下來 應該也要八九十萬了啦 我是沒有那個財力啦 好不好 欸我跟你講 我覺得我的那個尾燈啊 一定會被人家跑 說像Lancer 像雅哥啊 他一定是說 那個好好的銀色的 那個經典的 那個經典的 銀底尾燈把他換掉 我就喜歡LED不行了 我覺得應該把 輪框裝上去之後應該 差不多就沒了啦 我應該外觀就不會再動了 等一下就等 換輪框吧 這次是網友選的 網友對網友選的 網友你也是其中一個 我也是其中一個 我也是其中一個 我也是選這個 哈哈哈 把它拍個照 因為它好像比照片 實體看起來暗了一點 還是角度問題 它也不算贏 也不算贏 也不算贏 也不算 算生灰 類似鐵灰那種 好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 2,5,4,8,4顆都一樣 我沒有全後配 因為我就通勤用 然後這樣之後才可以 前後輪堆掉 我只很好奇 我這台車有一個很奇怪的 它明明後輪驅動 但是它後輪是160 它前輪是19的 欸 通常換胎啊 他們習慣就是說 把比較新的輪胎都是放前面 為什麼 因為它是轉向輪嗎 對因為是有轉向的問題 那你在轉向在帶動 其實它的魔化也會比後面大 胎壓偵測 對 它還有分左前 有 它顯示 有些人 他以為說胎壓 就裝上去就好 那其實有時候 它也是會有前後的 原廠的胎壓燈熱器 它比較沒有分前後 因為它 它只有亮一個胎壓燈 對它只有亮一個胎壓燈 那它在原廠它會幫你 自動去掃描 走前走後 但是額外再加裝的話 可以有分說 左前左後啊 像有些是左前的 然後它突然間 掉到之後 掉到後面 那它沒有去做 部位的動作的話 那 是很容易造成汙灘這樣子 終於有空來換那個啊 我上次不是說 一般版我要把它換成白色的嗎 我們先試試看好了 因為我不確定我燈泡買對不對 先從這個開始 大家上次都說 啊你要調亮一點啊 啊就這麼亮啊 我已經調最亮了 你看最亮就是這樣 對啊有點暗掉了 好 好吸火繼續 剛剛是裝那邊 那邊 那邊 沒有亮了 是全部都沒亮了 啊還是因為這個塔沒接 對啊你要全部接啊 不要了 這是我的白光在哪 還是我燈泡買錯啊 它到底有沒有亮 好那我們再裝一個 見證奇蹟的時候 這時候音效要幫我們放那種心臟的 中間為什麼沒亮 黑暴龍龍 愛不如寫到褪美的 還好啦不要想太多 你就把那個拿起來中間那個再看一下就好了 外國人都只換5顆 為什麼我幫她那麼多顆 為什麼我們是台灣人啊 喔亮亮亮亮 但是這個白光也太暗了吧 為什麼 比橘光還暗 因為這邊感覺這一顆 這個角度的這一顆 感覺好像沒發光的感覺 這個沒亮 對啦 幹 所以燈泡問題了 對啦 你看來來來來 建成的也蠻好看的 還是要用個建成 欸這蠻帥的 對啊橘色沒有白色建成 這蠻酷的 剛好240緊繃嘛 欸還不錯欸 好啦 換白的啦 你要換白的喔 你不要異色喔 不要啦 沒有真地感 我們要出發了 你先穿安全帶 OK 你可以跟我洗嗎 好 我幫你洗 欸 我們上次不是換到一半嗎 對 來來來 這次應該看起來比較清楚 我上次不是嫌太不滿意 我後來找到一個解決辦法了 我們現在就去 直接去處理了 處理是什麼意思 你買新島 還是要去找人 你等一下到了就知道了 等一下你不是要 帶我去別的地方嗎 我們來到小獅汽車 手座工房 哈哈哈哈 我以為你要帶我出去耶 沒有 上次我是不是 我不是嫌那個色光 不平均嗎 我買了很多種 我來試 有這種圓頭的 還有這種 圓頭的 然後 兩側也有的 就是這種 看起來就很亮對不對 但是我怕這個太長了 好 我們等一下就來試 看哪一種就漂亮好不好 還有還有還有 這個是冷氣面板的 如果順利的話 我們就有機會換到這個 先拿最亮的 怕太長 因為它這個比較 哇 怕會頂到那個面板 有沒有 對啊 先拿一顆起來試試看 進去了耶 現在看會不會亮 好像有哦 好像有比較亮哦 這樣一大明顯耶 你看那右半邊的那圈比較亮 漂亮 哇 太長哦 真的太長了耶 第二 Yes 123 Yes 可以跟我說這顆燈貓車壞了哦 123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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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為什麼啊 難道買到爛東西了嗎 再換一顆 欸 該不會是那個頭壞了吧 欸 今天不是說到很順利了嗎 我把這顆也去那邊放 這樣就知道了 那如果這邊亮了 那就是那個頭壞了 欸 也沒有亮 我看好是被轉壞了 這邊有一隻腳不見了 哇 好像真的耶 被你轉壞了哦 換一個射射 欸 換個洞就好啦 怎麼會怎麼樣呢 怎麼會怎麼樣呢 所以跟那個斷腳也沒關係啊 我一定要試到它可以維持 完蛋了 這個也不行 那個也不行 那怎麼辦 這個轉進去 會不會亮 123 Yes 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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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不夠亮 對 看一下亮的 來來來來來 Yeah 漂亮哦 Yes 第一步是要 把拆下這身氣往後倒 據說是上下兩個 一個要先拆 這個才下著來 我們在裏面進去 噢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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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就快結束了 它是用盈水擺火 沒有它 那個腳喔 我那時候裝音響的時候 那邊的人就有推薦 就有建議我說 盡量就不要再去拆它了啦 因為他們說那個 其實已經催化了 那我也是覺得 不然就這樣好了啦 啊它是什麼 膠帶生死戰啊 膠帶生死戰 你以為包TAP就變成TAP了喔 我先跟觀眾講 我要幹嘛了 我現在要幹嘛了 對對對 因為我的那個 煞車的一直亮 來 煞車放掉 放掉了還是亮著 煞車開關的一個 掉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啊 你不覺得你車上多了一個東西 有啊 這什麼 不知道啊 因為它是這樣啊 它一本是踩擦車 你踩下去 它就一個人會突出來 啊你回去的時候 在那邊有一個 像一個 類似一個電片 堵到 它就縮回去 它就滑掉了 啊它放 它又出來 啊就是這裡 啊它又錢喔 沒有耶 一塊也沒有 啊你這個吃了 那因為最簡單來講 先拿一塊錢先堵的就好 如果你在外面有沒有 要過一個晚上啊 它撐不了 等一下明天就沒電了 好了 你看一下煞車 不見了吧 所以放一塊錢是急救的方法 對啊 好 如果最簡單來講 是我一個螺絲上去的話 我去拿這家工具 你這四人都沒拍啊 對啊 你這樣 我也拍不到 對啊 拍不到 因為這個空間很小 裝也不自動 很好裝啊 所以它是鎖進去啊 可以 因為它中間有個洞啊 好啦 那你說要還有一個東西喔 對啊 不然電車不會過 那你幹嘛把原本的拔掉 原本的在尾翼上面啊 那時候沒想那麼多 好啦 所以你要裝在裡面 裝在裡面啊 我原本想說我要自己用 但後來發現我不會 不會 我覺得你會啦 我覺得你會 你不想用 那是因為你這個搭掉了 不然我們在這裡 接一個頭直接插就好 那繼續 其實我會想要拍這個咧 是因為我要去驗車了 因為我還沒付錢 雖然是小吃汽車上 這個月再不去驗就過節了 然後現在上面寫了是銀色 所以我要順便去 變更車色 你知道為什麼想拍這片嗎 我就是想要去看 它變更完 它上面會寫什麼顏色 它如果寫紅色 我就倒了 它如果寫桃紅 會被問我倒了 它如果寫粉 一切就平安了 那它寫陽紅咧 我覺得它不會寫陽紅 它如果寫一個陽紅 下一個驗車的人 它要怎麼知道陽紅什麼顏色 它會寫一個很廣泛的顏色 就跟Vios的金色 它寫棕色一樣 對那種類似那種 所以我就不知道 但我希望它寫粉色 我居然不會寫粉色啦 我就再講一次 你們去看我第一集的 色卡的顏色 就是那個顏色啊 那為什麼你們第一集 我給你們看色卡的時候 沒有人跟我講說 你這個不是粉紅色 你這個叫桃紅色 為什麼沒有人跟我講 為什麼你要等到我考完機 你才跟我說這是桃紅色 然後再來嗆我 Why 委屈喔 我真的覺得有點委屈喔 你有一間你第一集就說啊 你到我考出來 然後你再跟我說 你他媽這是桃紅吧 我覺得主要是語氣問題啦 因為它有加你他媽 它如果說 欸我覺得這個比較偏桃紅吧 聽起來是不是 OK 你再跟我交換意見 我覺得OK啊 反正顏色我是 我是真的很喜歡啦 會不會驗過還不知道 改那麼多東西 會不會驗不過 欸那我想問一下 驗車通常是 5年一驗嗎 5年一驗啊 10年兩驗啊 所以我這台車是2001年了 所以已經21歲了 所以一年要驗兩次 說完了 你猜是什麼顏色 洋紅啊 我跟你講它絕對不會寫那麼專業的啦 那它寫什麼意思是不是 粉紅色啦 欸幹真的欸 不要再說是桃紅色了 對喔 粉紅色好不好 爽啊 這比較乾淨是嗎 有啊超乾淨的啊 最好是啊 你又沒有看到 原本長什麼樣子 搞不好原本就是這樣啊 沒有我真的有上過你的車啊 啊就是你第一次 自己這樣拆嗎 對啊 我沒拆過啊 欸其實真的蠻簡單的 你看你照這邊嘛 這就是兩個螺絲嘛 前座就一個兩個螺絲 然後後面三個四個 然後這個是 那個電動椅的線 所以其實 比想像中的簡單 拆的部分啊 當然輕的部分 是蠻累的 上工了 可以啊 就是先用藥水 先用藥水 因為那個馬 昨天雨昕說我車 超負皮的地狀 放上去囉 我還有一個好重的超負皮喔 我上次翻我的那個影片啊 我去停車場的前車 已經是半年前 所以我半年前 就發霉到現在才出力 所以現在要做就一次吧 做好了 就只因為雨昕的一句話 沒有沒有沒有 它沒有那麼偉大 沒有啦 沒有啦 本來就安排我今天的 只是剛好他昨天又講了 講說啊好啦 認真來做一下好了 所以你這邊燒完之後 然後用這個 把它吸起來是嗎 它這個是有水的 它會把髒水吸起來 薪水下去 然後把它把髒水吸起來 我可以叫師傅 打一次給你看 我可以先打水出來 然後先把水吸起來 欸 真的很髒 真的很髒 說髒水裡 公席方向 唯一有溫度的改裝品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Proven 百年翁系煞車品牌 得您信賴 你右邊哪裡有分 上面下面 左邊右邊 右邊啊 我不知道啊 你試車試那麼多台了 你竟然說不知道 不要這樣掛 換另外一邊 你兩次都換掉了 你要幫我換 你自己換啦 現在你主角我難得 我可以當觀眾 你看多好 是因為這個所有 所有聲音是不是 你把它拆起來 轉才會知道 這樣子轉 大概了解一下 因為你看 我這樣晃 它就已經會晃動了 那你幫我叫嗎 你先看完嘛 要叫什麼 我可以先放下來 然後拍一下 現在原本的聲音嗎 我原本不是跟你說 我不想換排氣管嗎 結果我還是買了 怎麼辦 都會被觀眾朋友罵 反正就剛好有車友要賣 然後我剛好看到 而且社團上的排氣管都搶很快 通常都一登上去 就馬上就秒殺了 所以我就忍不住了 而且我也沒聽過聲音 我買了這個叫做靜音管 HKS的 Silent High Power Insult Silent就是靜音的意思 High Power應該是高功率吧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們等一下先聽一下 原本的聲音 然後再聽換完的聲音 而且我還不確定能不能裝 因為這個是從 IS200的車主上面來的 給他試試看 我也不知道 會不會等一下趕上去 對啊會不會趕上去 沒聲音 反正9千塊 隨便 9千塊應該滿便宜的吧 算滿便宜的啊 會不會忘了說我會亂花錢 而且網路上我看裝的都是200 如果是200的管 300也可以換嗎 尾段同用的 頭段跟中段不一樣 但尾段是 心臟跟位置是一樣的 如果沒有尾段 是不是超大聲的 你看他可以試試看 這邊要扶一下對不對 不用不用不用 對再來再來 用力一點用 不用怕他痛 對 快出來了 快出來了 快出來 快點快點 快點 快點 再用力一點 再用力 再用力 再用力一點出來了 超好 不是 我不好笑 之前還沒跟我說快出來了 快出來 快出來 我不好笑 欸 你不要亂跳啊 你這樣會出不來 耶 好 這樣不知道我後面還有 快下去 耶 可以比一下 欸 TOYOTA 對啊 那是TOYOTA 哈哈 我們覺得長得不太一樣 應該可以吧 這個感覺好像還比較小顆 對 要不要拔拔看 來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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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子啦 就這樣啊 不要裝啊 這樣其實蠻安靜的 欸 這比那天那個索尼音響好聽很多 這好安靜喔 為什麼會這麼安靜喔 因為你中段沒有換啊 比費亞特500那時候切下來還安靜 你要踩到6000轉 聽聽看嗎 其實也還好耶 這跟泰山的比都是小 他不想裝回去的 不要裝了 錢花來還是要裝一下 你不覺得這個很小聲嗎 這比泰山的小聲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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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終於有完美符合這個弧度了 我怕很安靜 完全沒有聲音 好安靜喔 試試看看看 我花了9000塊買了一個沒聲音的東西 真的沒聲音喔 隨便一台開過去都比我有聲音了 這是什麼結論 就換排氣管啊 不過他的那個口徑蠻粗的蠻帥的 主要就是要看我回去開有沒有 就是加速有沒有比較快 加速對 怎麼那麼好笑 你是不是有點失望 對啊 我以為會在蹦 沒有 幹我們就是被泰山氧化入口了啦 好嗎 那就先這樣吧 到底在安靜止 先是發動的喔 這個要幹嘛呢 這個這邊有一個六甲 用這邊套子 對對對 然後就可以拿那邊轉轉 把它轉開來 這個那麼緊嗎 還是你們剛剛把我吹緊的 沒有 這不是我在騙你耶 是這個很緊耶 沒有那麼緊 很緊啦 來來來來芒果來 你看是不是真的很緊 整個人 他已經飛起來了 是要噴 看東西 不用沒有沒有沒有 真的假的 欸我光這個都拆這麼久了 我會拆到這邊下班了 那等一下這樣偷人一下 如果這個都拆不起來我也沒辦法 不要再做效果喔 最大隻的 最大隻的都拿出來 師傅 師傅你有轉動喔 瘋了 瘋了 啊 啊 相信剛剛大家也看完前面那些很雜亂的片段 我原本打算這些東西用完就可以拍結尾了嗎 但是為什麼拖這麼久 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我的 右前輪那邊有異音 有先去給車公看他們是說 那個聲音他們暫時還找不出來原因 所以過年之後要去留車一下 幫他們檢查一下 此時此刻是1月19號除夕的前兩天 我原本開開心心的 要開著我的小粉紅要回家過新年 然後他現在不能開了 我原本的影片的打算是我過完年 留車完把那些東西修好之後 再跟前面那些我自己用的小東西 剪成一集然後再上片 但是發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情 就是小粉紅他可能要走上拖車的命運 因為事發突然 所以我只有用手機拍了一下狀況 到時候我再把手機的片段放上來給大家看 應該說昨天晚上的加速跟以前不太一樣 一直到今天我來公司的時候 就變更嚴重了 昨天晚上是我大概踩100-120的那段 原本是可以很線性很順的 就到120 但是昨天不是 昨天晚上他是很慢很慢很慢 才到120 然後到今天白天中午 我來公司的時候更離譜 他是直接油門踩到底 就已經只剩100了 下交流道之後 我想說我在這附近試一下車 結果一試之後發現 我的轉速還會卡在4000轉 然後換不了檔 換不了檔以外呢 我的時速被限制在60 呵呵呵呵 所以我已經沒辦法上國道了 那我有跟車工聯絡了 那就是過完年後再去車工那邊留車 然後看是什麼原因 再拍一集給大家看吧 又不能完結了 我以為我的車可以完結了 所以下一集就看他上拖車吧 好啦這集就到這邊吧 喜歡我們影片記得訂閱分享 再開小鈴鐺 再見拜拜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FRODO 百年歐系煞車品牌 得您信賴 有點小難過 你要跟他分開一段時間 我過年跟他分開 過年晚要去留車 所以留車又要一段時間 留車完修車又是一段時間 少說一個月也不見了吧 反正他坎坷的命運 就此展開了 究竟我們還要換多少東西 好啦 等他去修吧 就這樣喔 拜拜 小粉紅 小粉紅要去醫院看診 我的習慣有沒有 我連都會包紅包給車子 放在車裡面喔 他待一定是沒有 車子有車子你知道嗎 在他面前不能說 我要把它賣掉 你問我幹嘛 他會生氣 車上也不能打炮 那 他有可能欸 那好像聽說是什麼 二檔到三檔跳過去 換檔 變速箱好像有問題 你有問題的車變得開到有問題 蠻厲害的 好啦 要上去囉 沒問題的 較高耶 他待一下也不飽欸 今天記得啊 還會看完 第一種做 電鐘好好拿到 給你 對 吃點餘沒錯 可是後面你就自己捷 回來就 變兩百 如果他是兩百就變三百 還是變一百五 差不多 現在這是一百五 你差一段 哇 紅色的車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駕馭 駕馭不了就這樣 開山那人也是駕馭 所以紅色的車要看能開 像我就不能開紅色 因為我沒有開過 就馬這樣立起來那一種 應該就可以了